政府强制调校执照的做法 江源大学医学院的两名教授 选择公开剃头 把自己里程平头表达强烈抗议 更多原本应该上任的住院医师 为了响应罢工行动 至少百人也选择不参加任命一事 消极抵抗 校园里也同样一片空荡荡 医学生不上课 150元的讲座 只看到零星的7个人 但是南韩政府持续寄出铁碗 除了持续吊销执照 现在更传出警方已经开始行动 调查这些被控 违反医疗法的罢工医师 我们要继续备取得更加密切 我们要继续备取得更加密切 和警察 我们要继续备取得更加密切 和警察的复权 尽管十月家军医院的急诊室 紧急开放收治一般民众 但是面对比平常暴增的病患 还需要24小时待命 让军医院医护人员兵临界点 面对进入第三周的医生罢工行动 医界与政府毫无共识 拖得越久 只是苦了还在岗位上的医师 以及生病却没办法看病的民众 TVBS新闻综合报道